请用捷 阿公电锡过溪桥改建工程 连接岗山及燕巢间的 阿公电锡过溪桥改建完工 公司长陈菊率领市府团队 及地方人士一同剪彩 祝贺这间地方盛世 而开心的还有这群社区长辈 用表演来表达内心心悦 长辈们跟着节奏跳起舞来 尽管舞蹈动作比不上年轻人 但是每个人还是跳得相当起劲 陈菊与副市长刘世芳 竖起拇指 称赞表示肯定 来 大家好 谁站进站门站 站 真的很赞 陈菊表示 沃西桥位在高速公路产业道路上 过去道路狭窄 汇车困难 经常绕成来往岗山 燕巢间的车辆庸舍 市府赤资4000多万 赶建新桥 希望提供当地居民 安全便捷的通行道路 各位所以说这架旧的 我们的所有旧的 过客轨来改建 改建后我们这个过客轨 这个旧的横跨度 有四十五公尺 看有八公尺 其中这个轎民 这样有双向 这样各四公尺 这个后面 交通 快车万车 都可以有 这个混合都可以经过 总经费是四千三百多万 这让我们当地 我们这些旅民朋友 再来我们这些庸路 我们的不管公山 不管燕灶 大家很方便 我实在是很感谢 在这个过程 陈菊也表示 县市和平后 市府在钢山 燕潮地区 投入超过三十多亿元建设经费 办理多项重大工程 其中正在进行的大小钢山 重新规划 预计明年过年前完工 将可为钢山地区 带来崭新面貌 在这些工程 在我们公山地区 投入21亿 七千几万 这可能公山优势以来 这样 我们很多很多 过去四五十年 四五十年 没做的工程 我是觉得 我们现在好好运用 館市合并 館市合并 我们要让高兴市的建设 和原来高兴官的建设 都要并定 所以我们市政府 很用心 在原来高兴官这些部分 担当的建设 在燕潮地区 我们投入的医生 这个部分 十三亿四千几万 在我们阿公店家 五十九年有改建 贵客丘 台人丘 工业丘 航管桥 和荣路桥 阿公店水口 阿公店家 市政府 已经跟我们南水池 都有一个很好的交通 完工的过溪桥 桥梁总长45公尺 宽8公尺 桥面 配置双向 快慢 混合车道 各式公尺 而过去旧桥相比 更加宽敞 比值 当地居民 除了开心 迎接新桥通车 未来往返岗山 燕潮间 将可省去更多通勤时间 是 不担任 谢谢大家